19歲陳姓事關揍然離世 二號傳回彰化老家阿嬤淚鮑 難言悲痛 阿嬤哭斷腸 他說二十九歲的孫子 與他的妻子 在同個部隊不同單位服務 兩人結婚三年 育有一歲兩個月大的兒子 及兩個月大的女兒 孫媳婦請育嬰嫁中 意外發生前 孫子並無任何異狀 阿嬤說收見人非孫子 而是同寢室 事關姓名 重回現場的孫公則透露 房間差不多四平大小 兩張單人床 留下的氧化碳鋼瓶約兩尺高 法醫高大成表示官窗吹冷氣密閉空間 情況下 營氧化碳含量超過空氣中五十Percent 吸入五分鐘左右就足以致死 兩位事關所屬的時軍團指揮部 將主動搜整相關資料 承報申領撫恤金作業 家屬說即便所告的三十三歲上市 也已經死亡 註定告不成 但還是希望能討一個清白和公道 三年新聞中部綜合報導